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五十章 伟大领袖的多次遗嘱 江青一行离开大寨公社 在阳泉市上了已等候在那里的专列火车 在主车厢刚坐定 江青就命令机要秘书发加急电报 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首都工人民兵师总指挥马晓六和政委张世忠三人 中午一点到丰台车站谈话 既要秘书到通讯车厢发出电报 同时依据中央警卫局工作纪律 用无线电话向汪东兴局长报告了江青首长的行踪 汪局长在电话那头嗷了声 表示知道了 江是要效法毛主席返回北京时先停留丰台 找人谈话 掌握城里的动向啊 的确 毛泽东几乎年年出巡 每次返回时都会改变进程时间表 让专列停靠到丰台支线上 命当时负责经济警卫的亲信将领上车谈话 值得记载的至少有三次 一次是1967年9月下旬 毛泽东因在720武汉事件中差点落入反叛军人手中 坐飞机逃往上海 这之前 毛泽东已有十年没有坐过飞机了 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安抚各路骄兵汉将 总算把局势稳定住 却也气不打一处来 武汉不是新中国的武汉 武汉军区不是共产党的军区了 他不顾随行护驾的带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干将领的劝阻 斗气似的执意要返回武汉一城 幸而武汉军区党委已被改组 闹事的两个独立师也被调离湖北 毛泽东反武汉时已无安全问题 但毕竟受了一场惊吓 用他自己的话说 差点当了蒋介石第二 自此疑心比过去更重 连带对亲密战友林彪都不是过去那么信任了 国庆节前返回北京 又一句城里可能被人暗中端了老巢 因而专列停经河南郑州时 突然要汪东兴去发家级电报 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重毕 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到北京南郊的丰台车站守候 一等专列抵达 三人急上车汇报工作 第二次是1970年9月 毛泽东开完陈伯达 黄永胜 吴法县 叶群 李作鹏 邱会做一伙要炸平庐山 停止地球转动的庐山会议 乘坐专列火车返回北京之时 这回是真的害怕城里的老巢被人端掉了 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吴法县是空军司令员 李作鹏是海军司令员 邱会做事总后勤部部长 叶群是林彪的婆娘兼林办主任 陆海空兵权在他们手里 这个军人集团的大老板自然是副统帅林彪了 这次返京之前 毛泽东密令公安部长谢富志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陈先锐到丰台车站守候 一等他的专列抵达 立即上车谈话 了解北京城里的警卫情况 政委陈先锐一见到毛泽东就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三次是1971年9月上旬 毛泽东一路南巡 经湖北 湖南 江西 浙江 到了上海 他找各省市负责人谈话 为班岛接班人林彪搞政治路线交底 却并不知道以林副统帅的儿子林立国为首领的青年军官集团 一路上都图谋行刺他 炸死他 毛泽东本性多疑 生平玩尽阳谋 把一个个老同事 老战友置于死地 也就时刻防备着别人暗算他自己 因而日常行踪诡秘 总是突然改变行动路线和时间 以打乱对方的计划 9月11日中午 他的专列火车停留在上海虹桥机场铁路支线上近20个小时 他没有下车 在车上休息并接见上海党政军大员 还放出风声 累了 身体不适 要在上海住半个月 到月底再返回北京过国庆节 大家信以为真 可是中午1点 林彪的亲信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一离开 王氏来证实毛确实在专列上已实施轰炸专列方案 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 突然命令专列启动 北上回京 过去毛泽东也常犯这类心血来潮 事后才发觉只是虚惊一场 并不存在什么加害他的阴谋 这次却被他的突然行动打乱了林立果们精心设计的六百里追杀 9月12日凌晨 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在山东济南稍市停留 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加急电报 命令三人中午1点之前到丰台车站等候 专列一抵达就上车谈话 有重要任务布置他们去执行 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林彪帅叶群林立果一行 仓皇出逃 击毁人亡 烧死在外蒙古草原温都尔汗 毛泽东打败了党内所有对手 最后他自己也被折腾垮了 再说江青效法他老板毛泽东 返回北京时也要先停丰台火车站 负责此行安全保卫的鲁连长 忽然接到汪东兴局长电报 专列不停丰台 做好请示说服工作 此时专列火车正沿京泰县东北方向奔驰 过了娘子关 就是河北地界 一个小时到石家庄 不停站 两个半小时就可抵达首都南郊丰台站 鲁连长只得硬起头皮去请示江青首长 但又不敢提及收到了汪东兴局长的电报 便自己编了个理由 首长 临时家庭封台站恐怕来不及布置警戒 安全没有保障 若要找人谈话 能不能回到城里 从封台站进城只要十几分钟 江青却一眼洞穿鲁连长心里的小九九 谁要你来和我说这个话 是不是你们汪局长 鲁连长连忙否认 不是 不是 是我自己 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 江青摘下眼镜 眼球就很鼓突 你自己 好跟你自己 是你领导老娘还是老娘领导你 鲁连长连忙表白 是首长领导我 我坚决服从首长命令 江青戴上眼镜 这女人戴上眼镜就文气许多 和善许多 不像摘下眼镜 眼球鼓突 眼袋搭了 那么难看了 好 老娘现在就命令你 向后钻 去做好封台停站的准备 鲁连长走出主车厢 房门还没拉延 就听到身后一声叱骂 狗 汪东兴的一条狗 也想左右老娘的行动 江青娘娘在气头上 没能按捺住心头愤懑 鲁连长含着泪水在通讯车厢里 给汪东兴局长回了加密电报 劝阻无效 请局里安排封台支线警戒 专列火车一路北上 华北平原已进入初秋季节 铁道两旁 闪过大片大片的麦田 棉田 玉米田 一望无边 今年北方苦旱 自七月下旬唐山大地震时有过一场大雨 之后就天天晴空万里 烈日暴晒 乡村道路上尘土既有半尺厚 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 都能扬起半天尘雾 还叫他娘的车轮滚滚 实际上是热浪滚滚 尘土滚滚 不过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火车是全封闭式的 有独自的冷气空调系统 外面老天爷再怎么发威 车厢内还是清凉舒适的 江青同志无论到哪都规定室内恒温23度 他的主车厢内也就保持着23度 高两度 低两度 都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的 中午两点 专列驶入北京南郊 丰台站支县 缓缓停下 江青一行在车上都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鲁连长立即率领卫队在专列四周洒出去散兵线 其实这铁路支县一带已由中央警卫团 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实施了戒严 等候在那里的吴忠 马小六 张世宗三人应召上车 在一名女兵引领下 经过两节车厢的过道 去主车厢见江青同志 江青满脸笑容迎着 三人向江青同志立正敬礼 江青和他们一一握手赐座 有女兵来给三位客人上茶 退下 拉上车厢门 江青说 现在我这里没有外人 都是自己同志了 很高兴你们按时等候 我还担心你们三个大男人 不肯听我这个女领导招呼呢 江青说得轻松 愉悦 吴马张三人却再次起立立正 宣誓式的说 我们随时听从首长命令 马小六更加上一句 首长指向哪里 我马小六率民兵师打向哪里 江青说 刚说过都是自己人 不要讲客套 坐下 坐下吧 不要再起立了 你们三个都身材高大 一起立 我就得仰起脖子来看你们 知道吗 好 坐下来谈话了 告诉你们呀 我这次大寨之行 长了见识 学到不少东西 我已经向大寨的贫下中农 干部群众报了名 要求也做个大寨人 当个普通社员 每年至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 你们不知道呀 我只有到了基层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中间 心里才感到踏实 才也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那个忠诚 那个热爱 那个拥护 我是每当想起来就深为感动 也深受教育 他们是我们共产党政权的坚实基础 过去毛主席领导我们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 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就是依靠了这个基础啊 1966年以来 我们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清除掉刘少奇 邓小平 林彪这些党内走资派 右派王八蛋 也是靠了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贫下中农 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 依靠多数 孤立和打击少数 我们就能战胜党内外一切敌人 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这样的呀 吴忠 马小六 张世宗一人捧一册笔记本 点着头 笔录着江青首长的指示 心里也都犯疑虑 主席夫人把我们照到这专列上来 就为了讲这些人尽皆知的大道理 不会吧 只是个开场白而已 果然 江青与风一转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好形势下也要看到逆流了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也算我给三位的路线交底 在我们毛主席并重期间 党中央高层引伏着一股诱的逆流 反革命的逆流 这些人是邓小平的同盟军 是邓纳吉反党集团的同路人 具体的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了 你们心里有数就是 为了这些坏人 我 洪文 春桥 文元 远新 还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 包括陈永贵 吴贵贤这些工农代表 都睡不好 吃不香呀 因为类似刘少奇 邓小平 林彪那样的赫鲁晓夫式人物 反革命修重主义分子还睡在我们身边 还正在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用 他们有的号称中间派 有的自封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老左派 可他们骨子里是右的 有的已经钻进了党和军队的神经中枢 占据了部分重要的权力 甚至是要害岗位 我是主席夫人 说句对不起我们主席的话 一旦他走了 这些所谓的中间派和老左派 就会和党内军内的那股不容易忽视的右倾顽固势力相结合 发动公变 兵变 政变 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 他们的这种相互利用秘密勾结早就开始了 他们只是瞒住了我们毛主席 毛主席病成那样 每天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我作为主席的妻子 战友 学生 不忍心把这事告诉他啊 不想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来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心又无能为力啊 江青说着 眼睛红了 声音颤了 五马张三人也是一副很感伤的样子 江青继续说下去 今天找三位来 还是想谈谈北京的保卫工作 特别是中南海 钓鱼台 人民大会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电视台 新华社 北京电话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吴忠呢 你是京城的城防司令 进军统领的 先谈谈情况 吴忠浑身一震 欲起立 想起什么 于是抬头挺胸坐直的身子 说 报告首长 北京城里城外 除了中南海和钓鱼台两处 是由中央警卫团直接担负保卫任务外 其余的要害单位 都由我们北京卫戍区负责安全警卫 我以自己的党籍和声令向毛主席党中央保证 向首长保证 绝对不会出问题 这些单位一定会牢牢控制在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要害的要害 核心的核心 还是 还是 江青剑吴忠欲言又止 便问 你和我谈话 还吞吞吐吐吐 有顾虑 吴忠说 首长 有些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以内 本不该由我来说 首长让说 我就说 说错了 首长批评指正 问题的关键在中南海和钓鱼台 特别是中南海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机关重地 代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钓鱼台则是中央文革办公重地 文化大革命司令部所在地 偏偏这两处地方 控制在中央警卫团手里 也就是在汪东兴同志手里 将近看马小六 张世忠两人一眼 马小六会议 说 吴司令员 上次紧急碰头会 你没有出席 大家分析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叫8341部队 在中南海里能动用的兵力也就一个大队而已 不到一千人马 吴忠当然明白 马小六这小子是在按江青娘娘的旨意说事 马总指挥讲得对 若单论兵力 我们卫戍区加上首都工人民兵师 肯定占绝对优势 真正要动起手来 可以是10比1 甚至是20比1 不信吃不掉他那个中央警卫团 江青笑了笑 这就好 叫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吧 具体到战役上呢 咱们先役后难 咱们来夺下钓鱼台 张世宗说 首长是军事行家 点中要学 点中要学了 吴忠说 具体到钓鱼台 围墙以内有警卫团的一个中队直勤 围墙以外有我卫戍区的一个独立营负责警戒 营部就设在钓鱼台南边的御渊潭公园里 江青说 吴司令 到时候你的独立营冲进围墙 解决警卫团那个中队的武装 不就成了 吴忠看一眼马晓六 张世宗 这个任务我提议由首都工人民兵师来执行 民兵师在人民大学校园内有个尖刀营 八百精兵 以保卫中央文革首长名义 十分钟就可以冲进钓鱼台解决问题 马晓六 张世宗想说句什么 江青示意住嘴 自己发问 吴司令 说说为什么不可以动用你在御渊潭公园里的那个独立营 那公园北边就是钓鱼台 湖水相通 连围栏都没有 吴忠说 不瞒首长说 我这当司令员的是担心那个营的许多干部战士 平日和钓鱼台里警卫局中队的人员都相熟 逢年过节还一起办连环晚会 还有球赛 歌勇比赛什么的 若突然命令他们去解除那个中队人马的武装 感情上很难接受 万一犹豫怀疑起来就出问题 江青摘下眼镜 拉下脸来 所以你吴司令就溜肩膀一推了事 是不是 吴忠建江青首长生气了 赶忙解释 首长 我我是担心部队不听命令 到时候我本人可以亲自坐镇预言谈 指挥独立营封锁钓鱼台周围交通 阻断对方的增援 马总指挥张政委 你们说这是不是比较妥当 江青戴上眼镜 神色重新又柔和许多 说 我看可以 吴司令的提议有道理 可行 小六失踪 怎么样啊 马小六吞了一下起立 张世忠也跟着起立 只要首长下命令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江青笑了 坐下 坐下啊 说好不起立 也是不服从命令呢 好 具体的你们去拟定方案 我就不管那么细了 下面谈谈在中山公园部署三千精兵对付中南海的问题 这事由卫戍区和工人民兵师联合行动 但只用民兵师的名义 你们弄得怎样了 人员和装备齐全没有 吴忠说 报告首长 我知道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成败在此一举 卫戍区配合民兵师执行 请马总指挥和张政委说说吧 马小六说 实际上还是由吴司令员操作的 民兵师出一千五百人 卫戍区出一千五百人 化装成工人民兵 每人配备长短武器各一件 手雷四枚 吴司令还派了监视火箭筒以及燃烧弹 还有工兵连绝地道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等首长下命令 三千精兵即可分期分批进驻中山公园去 江青一时信心满满 兴奋地站了起来 好 这就好 老娘回到中南海 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首都防卫已掌握在我们手里 不要忘记 还有平谷命云一线 毛远新同志从沈阳调来的两个装甲师 半个小时即可冲进城里 完成对中南海的军事包围 老娘告诉你们吧 王东兴那个叛逆 做梦都想在中南海里演出一场梦中捉鳖的戏码 现在老娘敢笑他 梦已治好 到时候他就是第一只鳖 吴忠 马小六 张世宗三人如释重负 陪着起立 王东兴来见华总理 华国锋的大办公室的礼间再又套了间谈话室 门窗四墙皆以隔音材料封闭 因而又称为密室 两人进到谈话室 华国锋问 他回来了 王东兴答 回来了 在丰台停留了两个小时 照吴忠 马小六 张世宗三人上专列谈话 华国锋骂了句粗话 贼日的 他们想干什么 骂过 又觉得不妥 谁是贼 日的他三滴水啊 不妥不妥 传出去就犯大错误 好在王东兴不是外人 华国锋又问 你的人都听到他们在主车厢里说了些什么事 王东兴有些沮丧 那专列员是主席乘坐的 主车厢经过了特殊装修 拉上车厢门就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了 华再问 没在里面装个什么仪器 王东兴说 装了 可是微型录音带取回了一放 全变了音 这个女人难对付呢 华国锋点头 这个我知道 估计三滴水和他的三干将会密谋些什么事 王东兴说 自然是一旦主席走了 他们怎么来对付中南海警卫局和8341部队 收拾你和我 还有叶帅等老帅老将军们 华国锋摇摇嘴皮 又骂出一句粗话 娘个逼 爷个求 想对你我下手的 口章那么大 不怕噎死 话说回来 中央面对的形势严峻啊 北京卫戍区跟着他跑 首都工人民兵师站在他一边 还有毛远欣从沈阳调进来的两个装甲师 弄不好 你和我加上叶帅他们都要成为望中之鳖呢 王东兴说 刀已经悬在我们头顶上 只能拼个鱼死网破 人家志在必得 我们已无退路 这事儿 我们要紧拉住几位老帅老将军 老帅老将军们在军队里威信高 老部下多 特别是叶帅 惯玩太极弓 借力打力 华国锋点头 对 说到底还是只有借重叶帅他们 但也要防止他们趁机又把邓小平拱出来 就像主席常讲的那样 反右必出左 反左必出右 王东兴说 眼下只能上哪座山唱哪支歌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到时候你是党政军一把手 能让邓小平那家伙再出来 他比三滴水能量更大 华国锋想了想 抬手朝下一批 做出决断 对 王主任 请中办发通知 今天晚上九点在紫光阁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把有关的中央公告告全国人民书智商委员会名单 最后敲定 记住 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列席 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吴忠 看看是个怎样的三头六臂 干脆通知马小六也来列席 王东兴说 吴忠是中央委员 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马小六就隔得太远 若通知他来 反而会使他们起疑心 华国锋说 好 就按你说的办 对了 记得给广州的许室友 韦国卿 沈阳的李德生三位挂电话 来不及请他们出席今晚的会议了 有关情况 会后通报他们 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还有 请他们做好进京的准备 政治局全体成员到了在毛主席老人家身边集体值班的时候了 王东兴离开华国锋的谈话室 返回他的中办主任办公室兼警卫局局长办公室 命机要秘书一一叫通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家里的值班电话 发出晚上九点在紫光阁开会通知 扩大进来的列席人员 除华总理特别点名的吴忠 其余一惯例还有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 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 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鲁英等人 晚八点 华国锋吃过晚饭 正要歇一歇养养精神 好主持晚上的会议 就见汪东兴急匆匆赶来了 事先也没有电话通气 华国锋知道有情况 便拉上汪东兴到后花园里说话 没等汪开口 话先问 通知叶帅没有 晚上来不来 汪却说另外的是 我刚得到内线急报 小毛下午去看了他江妈妈 母子两个要在晚上的会议上发难 华国锋向被人敲了一棒 发难 向谁发难 王东兴一脸焦急 向你 母子俩商定 要在会上念一系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文字记录 说是毛主席去年十二月 今年二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头脑很清醒的时候 讲了他走后的人事安排 其中特别提到 华国锋不宜当党主席 对我更是不放心 华国锋一情急就出粗口 此一日盛 有这事 王主任 搞到录音没有 放来听听 王东兴警觉的望望四周 一看没人 便和华国锋蹲下身子去 掏出只半块肥皂大的微型录音机 插入拇指大一卷磁带 拨动一下按钮 便放出毛远新清晰的声音来 1975年十二月十六日 主席对远新预奉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 会有政局翻天覆地 我已经闻到火药味 结果无非三种 走资派重新上台 右派势力翻天 军事政变内战展开 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主席对远新预奉说 我还没有走 已有多个派别要抢班夺权 主席一直总会争的 闹的 互不买账的 历来如此 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 人选要定下 登魁就是好人才 1976年二月二十五日 主席对远新 东兴 御凤说 我已经闻到棺材香 马克思的请柬已向我发出 接班人选搞不好 会有内战 搞不好有反复 主席一直 空缺二三年也可以 我看登魁 国锋 江青 还有远新都能做 但很难做好 党内大大小小有几百个派吧 1976年四月十二日 主席对远新预奉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料 他软弱 怕事 对党很忠诚 江青做主席 老的会不服 他得罪的人不少 也过于自负 要问一问军队的意见 很重要 1976年五月三十日 主席听远新 东兴 御凤在政治局内摸底情况后 说 不表态也是种反对立场 我还没有死 要有个意见在内部通一通 不要太着急 指那个他口售的新中央常委名单 军队是个大阻力 1976年六月七日 主席对远新预奉说 我在市的时间不多了 对文化大革命 对江青 对一批干部的怨债 这三件事会搞反攻倒算 清明节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毛 秦皇专制是毛专制 全国都有批斗毛 死后还要鞭尸 火化火化 不留死尸 1976年七月二日 主席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 对远新预奉说 你两份名单留着 由你保存 到时候交给国锋在会上宣读 他是第一副主席吗 一份 江青 国锋 纪登奎 毛远新 陈希莲 一份 毛远新 国锋 纪登奎 王洪文 陈希莲 军队老将不服江 江上国要乱 王东兴一头虚悍的关掉微型录音机 其实毛泽东还有三段话 也是今年年初以来所讲 而且专门是针对汪东兴的 汪东兴自然是没有必要让华总理知道了 毛泽东的那三段话是 某次主席对远新预奉说 主任指汪东兴 心不在主 在权和位 当年反流投向毛 毛死后主任要搞事 又一次 主席召陈希莲到床边 对远新预奉说 我走后会不会有人搞事 会有人搞 我身边有个慰言管家 他不宜留在核心层 再一次 主席对远新说 主任很危险 反对老将军复出 反对江青张春桥 野心不小 要掌军权 王东兴见华总理已经坐到了地上 且六神无主 一脸沮丧 目光痴呆 嘴里念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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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兴也陪坐到地上 听明白了 主席老人家是一门心事的要服三滴水和他亲侄子上台 你华总理顶多做个三把手 四把手 华国锋忽然目光泛横 拳头砸砸地面 压住嗓门 贼日盛 主席对姬登奎意向好 名字排在我前面 王主任 那两份名单呢 都没有你不是 咋办 王东兴早已摸准华国锋一心要当一把手的新兴 也压住嗓门说 我 做好了心理准备 三滴水和他侄子上台 老子死无葬身之地 想进秦城度晚年 或是带了家属去西藏学苏武牧阳都不行 当然 如果你华总理铁了心 和他们干 我就愿冒杀身之祸 辅佐你上 华国锋愣了愣 感激地望汪东兴一眼 仿佛又回复了些元气 现在看来 主席老人家确实病得不清醒了 发出的只是前后矛盾 不连贯 不一致 若传达开 肯定引起思想混乱 老汪啊 你长我四五岁吗 这几年我到中央工作 对你加深的认识 你忠诚 能干 有经验 有魄力 告诉你老哥吧 我和你已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想不干都不行 退路是没有的 贼日盛 出水才陷两腿泥 俺大老爷们不信斗不过他三滴水 老子山西驴倔着呢 汪东兴在华国锋的肩膀拍一掌 好 我就佩服你华总理这股子一往无前的尽头 你我的计划一切照旧 当务之急 今儿晚上的会议还开不开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开无把握的会 还有大半个小时 另发通知还来得及 华国锋挠挠头 不开了 你是怕三滴水在会上念那些个毛主席最新指示 王主任 主席的那些指示会不会是假的 比如三滴水他们编造的 这上头可不可以做点文章 以正视听了 汪东兴会心的笑笑 华总理这人不时露出了几手基层干部的狡诈鸡变 他摇摇头说 这次很难 有陈希莲 毛远新 张玉凤三个在场的证人 有两次我本人也在场 只要那些主席指示一念出 政治局成员就会相信是真的 华国锋又生一计 那咱就搞疲劳战术 开马拉松会议 叫三滴水拖不住 提前回去休息 他保命的很 王东兴说 你是决心开会咯 若三滴水稿突然袭击 会议一开始 他就念那个指示怎么办 华国锋又拉下脸子了 贼日盛 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次的会 叶帅不能请假 叶帅不到 会议不开 叶帅是我们党的郭子怡能阵邪 王东兴说 叶帅请了假 他住西山 晚上不进城了 华国锋巴掌一批 不行 老汪 你再去挂电话 就说会议要增加一项军事方面的重要内容 很紧急 非他老帅出席不可 我讲的 他叶帅不光临 会议不开始 说吧 华国锋起立 拍拍屁股 王东兴也起立 拍拍屁股 两人都仿佛精神虚脱了一会儿 先又恢复了精气神 王东兴问 你又有了新玩意儿 什么军事上的紧急问题 华国锋说 告诉叶帅 要研究一下我们若在替主席举办国丧活动期间 万一发生美帝苏修的大规模袭击 军事上能不能有所准备啊 王东兴是服了华总理了 这头山西驴却有不同反响之处 好 我也不回去了 就在你书房里挂电话 必要时 你也和叶帅说几句 会议就推迟半个小时吧 华国锋说 慢 老汪 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的没有 王东兴说 想 想不起什么了 华国锋拉住王东兴的手 还有句话 我和你也在外面说了吧 我想和张春桥同志通通气 真话一下 怎样 王东兴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高欧 我怎么就忘了张眼镜这个重要角色呢 主席的那些个最新指示 一次也没有提到他张眼镜啊 好像把他排除在外了 对 找他通通气 他肯定很失落 对那些个新指示没有兴趣 至少防他加进来打横炮 通过他还可影响到王洪文 王洪文听他的 尊他为师父呢